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里面每一处雕刻都是有故事的 而且色彩鲜艳生动 甚至说是可以活灵活现了 那么大族时刻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呢 我们就一同前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大族时刻是唐末宋初时期宗教磨牙时刻 以佛教题材为主 如道教造像并成 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 时刻群有七十五处 五万余尊宗教时刻造像 总计十万多区 名闻十万余字 其中以保顶山和北山磨牙时刻最为著名 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秘术的典范 大族时刻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八大石窟之一 唐朝末年 昌州次使为军镜在大族建立龙岗寨 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活动 与此同时 民间僧俗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 这时的属地造像和以往北方中原的不同 基本上不是官方主持 而是私人眷客 石刻大都成蜂窝状 别家的石窟群构成 内容和形式一彩斑斓 大族时刻 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 淳朴的生活气息 在石窟艺术当中独树一帜 把石窟艺术生活化 推到了空前的境地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重庆的五龙天坑 刚刚我们乘坐了不到一分钟的电梯 是从天坑的顶部来到了天坑的底部 然后又通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 来到了此时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其实我现在的脚已经有点发软了 因为刚刚我们走了不到300米这样的一个小路 我的脚就有一定的感觉 但是我已经被眼前这种鬼斧神功的自然景观所震撼到了 一点都不遗憾 那么大家可以现在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下看啊 往下面看的是有一家客栈 这个客栈叫做天福客栈 大家应该都看过爸爸去哪和满城镜的黄金甲 这里就是他们拍摄取景的地方 而且现在镜头啊 我不知道镜头应该看不到我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这个客栈周围呢是在下雨的 其实则不然是因为这个天坑上面的地缝当中滴下来的这个雨水 自然形成了这种下雨的错觉 看到这样的一个天坑也让我想到了满城镜代黄金甲这样的一个片段 就是一群黑衣刺客从天而降的那种惊奇震撼啊 也是历历在目 那么也是非常感叹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自然景观 同时呢在这里也要微信提示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戴好衣物以防感冒 因为我们刚刚在景区上面的时候还不怎么样不觉得冷 但是到了景区以后啊有一点点的发凉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戴好衣物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保证自己不要感冒 重庆五龙天生三桥是世界规模最大 重庆五龙天生三桥风景区 最高的串珠式天生桥群 三座平均高度300米以上的天然石拱桥呈纵向排列 其规模宏大气势旁博 在不足1.2千米的范围内 平行横跨在羊水和峡谷之上 将两岸山体连在一起 在川洞中抬头望上下左右都是平整的灰色岩壁 像一座未经修饰的大礼堂 广阔的川洞里有些阴暗 带着几分神秘 不由的让人猜测 这洞天浮地是怎样形成的 走到川洞的另一边 最夺人眼球的是一个精致古朴的小驿站 天府观影 白墙已经斑驳 灰瓦上也长了草 自然的清幽蔓延上的古迹 是自然和人文最好的融合 在山水之间 有这样一处小小的院落 也无旁路 好像是穿越到了古代 沿着路一直走 置身在天龙天坑里 四面的峭壁整齐地围了一圈 像是在你四周广阔的天地间 铺成了一大幅山水画卷 右边的小夕 叮叮咚咚地陪着你 很快就能见到一个 机械霸王龙的塑像 提醒你这时 变形金刚寺的外景地 午饭后 我们来到了重庆五龙的 龙水峡地缝 是五龙塔斯特世界地质公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天生三桥的 纸媚景区 也是天生三桥景区的延伸 沿着开枣在峭壁上的栈道 往前走 偶尔探头向下望去 只见旁边的深渊 便是狭窄的地缝 另一条栈道在对面的岩壁上曲折回缓着 位置很低 仿佛马上就要被地缝吞没 深入地心深处 走过这么陡的山路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走过是吧 那今天感觉累不累呢 不累了 不累 行情好 宅累都不累 都吃的 行情好 宅累都吃的 都不累 那今天看到的自然景观 有哪些是让你们印象最深的呀 钻天坑入地缝 真是太美了 太美了 太美了 前面就是地缝了 那我们待会慢慢地走到地缝那边去观赏一下它的奇观好不好 好 好的好的 那叔叔阿姨们你们就慢点啊 慢点走啊 谢谢 别着急 别着急 好 慢点走 慢点走 重庆的地缝 幽深南侧 岩壁错落 山势回缓 层层棱角突出 时而峡谷宽敞 阳光明媚 时而两侧 逼折不见天日 不同于恩师地缝的精巧 却有一种野性 而奔放的美 夜晚 伴着月光 峡谷中 带着微凉 我们沉醉在印象舞龙 自然山水之间 在线的春江浩子 这一极富长江地域特色的劳动景象 浩子的时代虽已过去 但这种坚韧的精神 却永远存在 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那在这一次的重庆之旅当中呢 我们去到了大族时刻 那是对信仰来了一次真诚的对话 当然我们也去了五龙天坑地缝 感受到了奇妙险 那是我们内心深处 对大自然的尊崇 当然我们也沉醉在五龙印象当中 那一声声嘹亮的浩子 那是对生命的呼唤和歌颂 而在下一期幸福同行 重庆之旅当中 我们又将会给大家带来 什么样的精彩呢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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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